为什么4这个数字那么不受欢迎呢 就是因为它谐音很像死字哦 不过呢也是有人不怕哦 像是这个汽车百货业者还有名义代表 像是他们呢 手机也都刻意挑选444连号的号码 喂 你好 我是大雄 电话接不停 他是汽车百货董事长陈大雄 名字叫大雄 让人印象深刻 但他的手机号码 任何人只要看过一次也能过目不忘 因为早在七年前 他一口气花了三十二万买了三只墨六马 都是四的门号 完全没在怕的啦 就是输我福气啊 输我贪有钱 输我很好啊 就一直输的意思啊 所以这是真好的火码 甚至于 也有人 卡电话 问说不然电话要买他 同样的还有他 桃园县议员邱素芬 大啦啦的把手机门号 映成了海报宣传 他的手机门号墨三马 四四四 通通都是四 全为了选民服务 这个电视播出去 我们这个电话号码需要打马赛克吗 不需要 那那个服务按键会更多 只要不起来叫我发音尿尿就可以了 有人不怕数字四管他谐音死不死的 但有这项禁忌的日本人也包含在内 日本众议员中金川柏香 到台湾被安排住进了四四四号房 日语的数字四和日文的死发音相近 一路传出的众议员不满被触眉头 不过再来看看包括英美等英语系的国家 数字的四英语发音是for和for for的发音雷同 意思则解释成给予和死亡无关 不管是手机门号 门牌饭店病房碰上了数字四的谐音 是否招来厄运 华人有机会 也有人不在乎到底是要避讳还是接受 见仁见智啦 中文集中部综合报道